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昨天晚间遭到民众包围 今天下午三点多 白色正义联盟组成的白山军也聚集到分局门口 人手一只康乃星向警方加油打气 身穿白T恤 每个人手上还拿着好多花 白色正义联盟号召网友来中正纪念堂集合 一起走到中正一分局 来给分局长方阳宁加油打气 群众内还出现了一张手面孔 今天倒过来看当初你们要求方局长去这样保护你们 保护你们做非法的行为 结果今天你们倒过来还这样子去羞辱方阳宁 是非黑白完全颠倒 我可以体会方局长那种里外不是人的窘况 挺服帽的学生代表王炳中 手上也拿着一朵花 象征要力挺警察到底 往前走啊慢慢走 上百位民众排队陈列 起步走向中正一分局 遇到警察还不忘对着他们大喊加油口号 加油 领着大太阳走了将近三十分钟 白色正义联盟最后抵达中正一分局 虽然没有见到方阳宁本人出面说话 但是副分局长代表致意 也让现场响起如雷掌声 在这边代表中正一分局 感谢各位谢谢 一举功 深深一举功感谢人民保姆这二十几天来不眠不休 维护社会安宁 原本一度传出被方阳宁呛小闹闹的台大学生洪崇燕要回到现场 但是最后主角没有现身 倒是出现了一名自身参加学运的黑衣男子 带着太阳花和验商丹向在场民众呛瞎 双方发生拉扯 我们尊重的是合法为民保障的巡查 而不是为虎作伤 深光罢财是他们 辛苦受患是你们 这样对吗 没有 我想跟你讲方阳宁你有种出来 因为不敌白山军人罗势众 黑衣男子最后在远景的保护下搭计程车离开 现场聚集民众也逐渐散去 太阳花康乃馨黑白声音交错 群众的激情恐怕需要更多时间好好沉淀 云联TV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